小伙伴们 这里的瓦莱州位于阿尔卑斯中心 是瑞士西南部的度假天堂 这里全年都很受游客的欢迎 在冬季可以滑雪 在夏天则可以远足 而这些黑碧羊则可能在这里和你偶遇 在陡峭崎岖的山区地区 经常能看见它们的影子 黑碧羊属于冰川山羊的一种 它们体型健硕 品性十分温顺 动画片《小羊肖恩》里面的羊群 就是这种黑碧羊 早在1400年 就有这种山羊的记载 但是直到1962年 才被列为独立的物种 黑碧羊是杂食动物 既吃肉也吃草 每只羊大约重80至100千克 一年能够产4公斤的羊毛 黑碧羊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其显著的外貌 它们有着黑色的脸 黑色的耳朵 黑色的双膝和四肢 但是它们的羊毛却是一片雪白 非常蓬松 当地人培育这种山羊 主要是为了食肉和收集羊毛 外表看起来虽然十分的呆萌可爱 但是它们具有着十足顽强的生命力 对高山地带的严寒气候和崎岖的地形 它们都有着很强的适应力 这张纯黑色的脸 让大多数人看不出嘴和眼睛 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无脸羊 如此温顺又可爱的羊 在网上收获了大批的粉丝 很多国外的网友都爱上了它 憨太可居的模样 但这样可爱的动物 却主要是被用来食用 很多人也为此感到很无奈 或许大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的残酷 好了 小伙伴们 对如此可爱的萌物 却被用来食用 对此 你是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观看